第二季的毛利率冲上了37.15% 净利达到25.23亿元 计增超过9成EPS8毛6 展望第三季 财经表示随着新产品陆续推出 他们看好8月份9月份的营收 希望可以向上攀升 而且预估第三季的营收 应该会维持跟第二季持平的结果